分享分享分享留言列印2019年2月23日16点11分NBA台湾德恩记者 陈元廷 综合外电报道罗瑞独秒阶段主动包夹 让德罗展决胜关头发生要命失误 美联社分享今日23号重返多伦多 接受现场暴龙球迷满满欢呼与掌声 马次球星德罗展低 埃莫德罗萨恩却在决胜关头发生要命失误 让暴龙最终以120比117复仇成功 当时面对了雷纳德卡瓦莱昂纳德与罗瑞凯尔劳里夹击 德罗展过半场时调求失 误 让雷纳德抄劫后亲自带球灌篮得分反抄 德罗展赛后强调对方是有与自己发生肢体接触 只是裁判没有响哨 但德罗展强调 我该知道他们会积极试图抄球 所以我得要试住看清楚状况 然后阅读后做出判断 而他也借机亏了老搭档罗瑞说 但是罗瑞这个小胖子真的知道该怎么守住我 事实上 德罗展与罗瑞间的兄弟之情在比赛前一天就展现出来 当记者问到德罗展回到多伦多有到哪里走走时 他回应 外头实在太冷了 所以你问我要上哪去 我还真没什么打算 希望罗瑞会带些吃的来找我了 分享分享留言列印